沒有危險,安全之律的話,我們是不鼓勵下來啦 因為我們希望就是,下來就是老人,或是小孩,或是病患 我是擔心,雅仙長如果是把整個縣風鎖都湊下來 裡面的話,我們就沒有對火單位啦 馬上要叫我們叫小林村的別村子,村人家才算太久嗎 拜託,拜託雅仙長,你傷心好不好 什麼叫桃園鄉 先生,你現在做直升系上去,我越不甩讓你啦 楊舊仙縣長,認為說鄉長謝璇耀,不應該把疾疑的人帶下來 桃園鄉,大概十分之九的鄉民已經下山了 但上面,鄉長還帶了一些人在上面,他想說我要全部下來 那楊縣長覺得這樣不好,雖然我沒有對口單位 但是鄉民認為說,我們在上面很危險 你看他下面,剛剛在罵人那些是他的親屬 認為說應該趕快讓他們下來 因為菸汁不曉得,後面會不會再有一個大雨 那你要躲去哪裡,上面還有遠賽湖 所以,人民他認為說,我性命是迫在眉睫 那縣長認為說,我要有個對口單位 你們都下來的,我們跟誰對口 我們怎麼做山上的銅箭 所以他兩方面是有矛盾的 但是,如果臨到這個時候,你要聽誰的聲音 我覺得是人民 其實今天楊縣長的花言,是非常適當 我也認為說,其實在這幾個鄉鎮 大部分應該先離開這些 還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危險 我們沒有辦法預測 但是我們知道他不安全 只知道這個不安全 那個不安全,絕對不會沒有在巴巴 這支水災裡頭全部表現完 還有沒表現的 所以這個滿遺憾的 這個楊縣長算是非常注重環保 也非常注重水土的人 可是他這一次敗得很慘 也就是說他不能預估一先 那在後面也不能做周全於候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是支持桃園鄉的人 要趕快都下來 那下來以後才不會使得我們 下一回也說不定就是下禮拜 十天後又有雨的時候 請問這些人 是不是還是要遮下來 我們就要回頭來叫專業了 民眾自己覺得很危險 因為覺得上面他們看到了慘狀 再下雨怎麼辦 可是呢,這我們 楊丘興縣長他覺得說 沒有立即的危險 那我就要聽專業的 呂飛飛的意見了 在現在這種颱風還要陸續來襲 山上的這個土質各方面 這不穩定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應該先下來 我這裡有個表啊 做了一個表